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下大陆的爱国网红司马南 同时呢 他还有个标签叫做反美斗士 司马南现在在中国的几个平台加起来啊 这个粉丝呢 超过四千万 可以说跟胡锡进差不多啊 是中国的真正的网络大位 他的言行呢 影响着众多的中国人 而且现在这个司马粉呢 在国内呢 形成了一股势力 就是让我个人来说吧 在这个网络环境上啊 这个司马南的影响呢 是最坏的 因为他的网络最多 而且他的言论呢 也比较极端 而且他讲了很多反制的话 但是这样的人呢 在中国呀 就是拥有这么巨大的市场 但是呢 像我们这么大的人啊 都知道司马南这个人啊 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可以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吧 因为他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他表演气功 然后呢 一看这个表演气功呢 搞不了多少钱 他立刻又成了一个反气功的斗士 就是到处呀 去揭露别人的气功大师 然后呢 他蹭这个媒体流量 那么到了这个自媒体时代以后啊 他又标榜自己为这个爱国大V 就是一天嘴巴上说的这个弘扬正能量 而且他最可恶的是啥呢 他打击这个民营企业 宣扬文革思想 所以啊 我认为这个司马南的危害啊 在网络上是非常巨大的 司马南的粉丝呢 现在也是中国呀 最无脑的一批粉丝 我经常戏称呀 中国人呀 谁要成了司马南的粉丝啊 基本上呢 已经是无药可救了 司马南呢 今年六十七岁 比江太公大一点啊 但是他这么多年的这个成长轨迹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现在很多后来的年轻人呢 不知道 被他这种假象所迷惑了 而且他的粉丝已经到啥程度了啊 就是去年司马南被扒出来呢 他在美国买了一套房子 对不对 那么就是这样子 很多司马粉呢 替司马南辩护 说司马南在美国买房子又怎么了 这不影响他反美啊 这个买方式投资 爱国是一种热情啊 就是这些粉丝呢 给司马南在这辩护 那么今年的中美关系呢 也是急转之下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司马南高举反美大旗 又收获了一波流量 但是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 司马南呢 被美国大使馆啊 邀请去参加这个独立日的庆典活动 那么司马南是高高兴兴的去了 而且在这个庆典上呀 还扭起了中国的大洋格 显得非常高兴 过后呢还写文章啊 夸耀美国大使馆的这个独立日活动 搞得好啊 比俄罗斯的国庆日活动搞得很多了 他在这个地方呢 还做了一个比较 那么司马南这个活动呢 就在国内引起了热议啊 大多数网友呢 对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啊 就是不屑一顾吧 网络上对他的骂声呢 也是一片 这里头现在最引人注意的是呢 就是好多外国媒体呢 也对司马南这种行为呢 做出了评论 然后国内又把好多外媒的评论呢 引到这个国内的网络 所以这个事件呀 是越吵越热 我不知道后面怎么收场啊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这样子的 首先呢我把外媒的几篇评论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司马南有关的言论呢 也引述一下 最后呢我们来评述一下啊 就是司马南的这次大行翻车呢 能打行几个司马粉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联合早报的评论啊 这个联合早报它开头是这样介绍的 一位以对美国的煽动性批评而闻名的中国民族主义专家 被拍到参加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庆祝独立日的聚会后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嘲笑 而且显然司马南在那里玩得非常开心 这个是联合早报的报道啊 我们下面再看两段CNN的报道啊 第一段这样写道啊 67岁的博主司马南 趁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浪潮 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评论员之一 在中国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超过4000万的粉丝 他对华盛顿的猛烈攻击 为他赢得了反美斗士的声誉 他指责美国和北约挑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谴责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嘲笑美国政府未能控制枪支暴力和暴力行为跟冠状病毒 司马南自诩为爱国者 他还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 企业家和医生 指责他们背叛中国与西方勾结 现在这位博主在分享了他周二参加 美国大使馆主办的独立日庆祝活动的经历后 面临着虚伪的指控 庆祝活动以美式食物包括汉堡和披萨和现场音乐会为特色 然后这个CNN在这个报道里头 还引用了司马南的几段讲话 我们先看司马南的第一段讲话 司马南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 惊讶美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邀请我共进晚餐 司马南还赞扬了活动中提供的壮观食物 俄罗斯大使馆的国庆庆祝活动无法与之相比 虽然俄罗斯大使馆的冰淇淋更好吃 但他吃了四勺美国冰淇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然后他讲的这段话 今天俄罗斯大使馆就是对此提出的抗议 我们来看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的微博 他是这样写到的 看看这两次国家招待会的照片 很明显俄罗斯在光临的一面 而美国在黑暗的一面 因为你从这个照片能看到 俄罗斯的这个庆祝活动是在白天 是在这个室外搞的 这个美国应该是在晚上在夜间 去那种party吧 所以他的这个讲话实际也得罪了俄罗斯 然后司马兰还观察到 美国庆祝活动的节日气氛 这与俄罗斯大使馆客人讨论 严肃话题形成鲜明对比 他还发布了该活动的照片 其中一张显示 他与伯恩斯微笑着握手 在出发之前 司马兰在文章中咋说的来着 不是要跟伯恩斯说那啥来着 不知道司马兰的粉丝还记得不 他讲的这两句呢 我有点印象 就是前几天啊 司马兰呢他把美国大使馆的邀请函呢 在他的频道里头呢 向他的粉丝展示了一下 他就问去还是不去 去了以后呢他将向美国大使提几个问题 那么具体的问题是啥呢 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们再看文章中引述的 司马兰第二段的讲话啊 这个司马兰在文章中还说到呀 当战独大使伯恩斯先生在美国国会坐镇 他看起来好凶 我写了好几篇文章 做了好几期节目来攻击他 私下里他却是一个举止温和的小老头 笑容很随意 那么这个你看啊 司马兰在参加完美国大使馆的活动以后呀 他的口风就变了 他以前对美国人呀都是骂来骂去 但是他现在呢 说美国这个大使呀是一个举止温和的小老头 笑容很随意 所以你看他对美国的这个好感呀 立刻就表现出来了 所以像司马兰这种人啊 他完全是个变色龙 他从最初出道的时候就是变来变去嘛 只要为了利益 他什么事情他不肯干 对不对 他自己以前当做一个气功的表演者 把气功吹得跟啥一样 他一看这个赚不到钱了 反过来他就开始揭露这个气功呀 全是假的了 他成了一个揭露委气功的斗士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一趟你看移植到现在 凡美这个事情上来 他也是这样的 他在网络上圈粉搂钱的时候 你看他高举着海美大旗 说美国大使这个战狼 当他去参加了美国大使馆的这个清除活动以后 口风马上就变了 然后司马兰参加完这个活动以后啊 这两天网络上对司马兰可以说是口诛笔伐啊 但是呢 司马兰呢 人家还是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啊 进行了辩护 司马兰在收到批评后 周四发表了两篇文章 他说到 如果参加美国大使馆的国庆庆祝活动 让我被怀疑是美国间谍 那么我会因为参加俄罗斯大使馆的国庆活动 而被成为俄罗斯间谍吗 因为司马兰在去年跟近年啊 都参加了俄罗斯的国庆活动 所以呢 他是这样给自己辩解的 而这个司马兰参加还引述了一段司马兰的故事啊 讲的也挺有意思 他说呀 这个司马兰啊 不是第一次面临争议 说是去年八月 他被迫为在加州拥有房产意识道歉 此前他多次将其斥位 毫无根据的谣言 最后呢 这个司马兰在一段视频中啊 证明他在美国呢 购买了房产 说是2010年 以25万7千美元的价格呢 购买了这个房子 他声称他和他的家人啊 从未住过该房产 该房产是作为投资购买的 然后CNN呢 还带有这个挖苦的意思啊 引用了司马兰自己讲的话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 现在必须向所有人道歉 因为我犯下了如此严重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非常后悔 让我的网上粉丝失望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CNN的这个报道 能看出来啊 中国这些网络大V的动向呀 实际外国这些媒体啊 都关注着 现在这个时代嘛 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嘛 最起码信息是共享的嘛 那么你以为你在中国讲了那些话 人家外国就不知道 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啊 CNN最后总结说啊 像司马兰这样的人呢 都是利用二国主义来抹取商业利益的 CNN说到啊 他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信念和立场 这一切都取决于如何获得最大的利益 司马兰并不孤单 他是改革开放后 亿万中国人失信足利 取代信仰环境的缩影 他们嘴上讲的是意识形态 但内心只关心做生意 看CNN总结的多美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嘛 嘴上全是主义 心里头全是生意 司马兰呢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啊 司马兰为什么会被美国大使馆邀请 实际这也是一个好问题 有那么多网络大威 为什么单单邀请司马兰呢 对吧 你像胡锡进金赛罗这些 都是网络大威嘛 为什么就邀请了司马兰呢 对吧 我想美国人也知道 司马兰这个家伙啊 就是个墙头嫂 有乃就是娘 心里头根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 他所说的爱国呀 反美呀 都是为了吸流量 都是为了变钱的手段而已 所以人家把司马兰啊 看得非常透 另外我们要看到呀 司马兰在美国拥有房产呀 司马兰说是拥有一套 但是很多人说呢 司马兰拥有四套房产 而且老婆跟孩子呢 都在美国 那么我们可以说啊 对于美国来说 司马兰就是一个美国的纳税人嘛 对不对 所以人家跟司马兰沟通起来呢 也非常便利 可以说这个美国政府呀 请一个美国的纳税人呢 来参加美国的独立日庆典 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没准司马兰的家人都拿到了绿卡 谁知道呢 没准司马兰也揣着绿卡 所以呀 从中国那么多网络大会上 单单邀请司马兰 这都是有说头的 况且我们看到 这个邀请司马兰这个举动 非常成功 司马兰欣然前来参加 然后过后呢 对美国的这个庆典呀 赞扬有加 你看看美国把司马兰啊 也拿捏的比较准 那么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啊 就是像司马兰这样大翻车 到底能搭起多少司马粉呢 简单说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啊 你喜爱的网络大会 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手术两端 我想正常的人啊 都会离他而去 但是我们通过去年 司马兰买房那个事件啊 并没有影响他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而且很多人呢 主动为司马兰辩护 那么我想 这次司马兰去完美国大使馆以后啊 依然是这样的 不会有多少司马兰粉呀 抛弃司马兰的 因为他的粉丝啊 可以说就是在中国呀 最无脑的那帮粉丝 他们也许啊 会给司马兰呀 想出一盘大棋论 说这个司马兰呀 去参加美国大使馆的这个活动呀 是在下一盘大棋 我们要看到司马兰的粉呢 实际也是鹅粉 你看当时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司马兰多么的兴奋 你说的是钢铁洪流呀 子格连斯基是个演员呀 普京大帝呀 这个子格连斯基敢不敢看 普京的那双眼呀 对不对 你看他是多么的挺鹅呀 就是他现在 他在网络上还在不停的说 俄罗斯在下一盘大棋 那么他这种人格啊 实际上我来说 已经固化到司马兰粉丝的身上了 他们的粉丝也是这样的人 也都是一些利己主义者 所以他们依然会维护司马兰的利益的 他们肯定会为司马兰辩护的 绝对会说 司马兰啊 这是深入低后 是在下一盘大棋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这两天网络的反应啊 另外我觉得啊 这些司马粉啊 怎么才能清醒啊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中共开始批司马兰了 可能一些粉丝呢 他会转风向 他并不一定在心里头啊 认可中共对司马兰的定义 但是他们的这些粉丝啊 都是墙头嫂 都是一帮无脑的人 最终他们会听中共的定调的 实际这种性格呢 也是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就是通过文革那十年呀 已经固定在很多人的身上了 你们看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人们可以承认在文革的过程中呢 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让他去控诉 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那么是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这样说的 甚至他们也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他们认为是一小撮人造成的 那么我想这种人格呀 已经固化到他的粉丝身上了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吧 我说的呢 也不完善啊 也是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觉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尽情的发挥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